我去叫他 租客正是承瑶的老板 两人因此结下误会 前衡故意将承瑶调进自己小组 每天对他进行魔鬼式的训练 想让他知难而退 早日离开公司 但是承瑶并没有理解到这个意思 内心感谢老板的厚爱 在工作中更加努力 害怕辜负新老板对他的期望 不管前衡给他不知在困难的工作 承瑶也会想尽办法完成 在整个小组成员中 承瑶的能力是最突出的 最终他用实力征服了前衡 同时前衡也对承瑶刮目相看 逐渐对承瑶改变态度 在生活中对承瑶关心 他觉得这个女孩非常不一样 于是展开对承瑶的追求 承瑶梦想成为合格的律师 心思不在爱情之上 对于前衡的示好行为 没有理解到真正意思 前衡突然需要出差去外地谈生意 一连走了好几天 承瑶不禁有些想念前衡 这时他才意识到 前衡早已在他心中扎根 好不容易等到前衡回来 承瑶立即在门口迎接 对着前衡一顿关心 并且对前衡主动投怀送抱 前衡看到承瑶态度的转变 内心非常欣喜 当即就和承瑶正式圆房 并且在公司宣布恋情 承瑶正式成为律所的老板娘 简直太甜蜜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